-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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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關起來那個人好像有保持一個什麼樣的力量 所以魔女才把他囚禁在那裡 但他心地是善良的 - 蛤 Holiday - 等一下,我想他是在這裡找工作 - 不要靠近他 - 他是說在植物那邊嗎? 看來是說法 種子 該做什麼 看一下 我還是該把燈關掉吧 我還是該把燈關掉 記事感為什麼會有那種感覺呢 呃... 小金魚需要一點照明 他說要金魚嘛 金魚是這個啊 金魚是這個吧 小金魚需要一點照明 不 不是燈 其他閃閃發光的東西嗎 指環啊 不是燈 但是金魚需要照明 我有沒有其他閃閃發光的東西 指環啊 我還是可以打電話給他嗎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走開 快走開 不要不想害了我 啊 有了 把這個魚放到 我們把魚剪下 然後 等著拜拜 玉米 呃 再放到 小金魚需要點照明 把金魚 把金魚 喔 看到金魚了 啊 是這個小金魚喔 不是另外一個小金魚 那是... 我沒有其他可以閃閃發光的東西了嗎 我沒有其他可以閃閃發光的東西了嗎 不是燈 那是什麼 不是燈是什麼東西 這個石頭不是會反光嗎 嗯... 什麼東西 啊 還是我要把金魚放... 喔 我把這個小金魚放到那個燈籠魚吧 因為燈籠魚上面有個小燈啊 如果把它放到這個魚缸裡面呢 兩隻 不是嗎 不是嗎 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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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把這個拿過來啦 不對嗎 呃... 看一下 我還是應該要把這個打開吧 嗯... 下... 然後... 白...黑... 啊... 啊...啊...啊...我剛才點錯啊 白癡喔 欸...鑰匙... 鑰匙拿出來了 然後咧 鑰匙又不會發光 鑰匙是上一個就拿出來的東西啊 因為鑰匙拿出來之後我可以開到屍體是沒錯 我可以去... 檔案裡面 看一下 鑰匙打開之後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東西帶走...帶去開它的櫃子 但是這樣子的話... 就只是上一個劇情而已啊 解鎖了 OK 手跟胳膊 然後... 身體 這是剛才就找到的東西 所以我要...我到底要怎麼把鑰匙照亮咧 照明...不是燈... 沒有其他可以閃閃發光的東西啦 鑰匙 喔唷... 這我可能需要看一下攻略了 卡太久了 我前面已經卡好多東西了 我問你才解的到 看一下喔 鑰匙卡住...鑰匙要怎麼照亮 登... 鑰匙... 鑰匙... 怎麼卡鑰匙的地方啊 denn... 鑰匙... 코로 YYY好久不見YYY 我剛才才解釋過 這個遊戲呢 YY你記得我之前玩那個齁 我之前玩那個 三個那個 三個女生跟那個勇者的故事 就兩個遊戲 是他之前我想玩的那個 他的恐怖遊戲 對對對對對 嗨 阿璇 然後他現在就是 我已經解到很後面 但我卡關了 就是我現在是一個 到寵物店打工的店員 然後工作很簡單 錢很多 然後但是那個 那個魔女叫我說 那個店長就說 你只要 你不能把燈關掉 所以你前面完成 你前面工作的時候 會有一個聲音 是說要拜託把燈關掉 然後要救他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 遊戲檔 他會跳出 就是你 你失敗的話 你失敗的話 會跳出遊戲檔案 然後 你 他就是提示你要把 遊戲檔案裡面一個 燈的檔案 你刪掉 你刪掉之後 遊戲就會開始進行 就是他 他會 燈就會按掉 然後你就可以 幫那個 那個聲音 找他要的東西去解釋 所以我們剛才找到 那個聲音要的東西 拿到他要的鑰匙 他要的鑰匙就是 呃 他的鑰匙開這個櫥櫃 裡面會有一個 身體 會有一個類似 屍體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屍體帶去 電話房 電話房就是那個 靈魂所在的地方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有心體 但是 上一次這麼做的時候 因為他少了心臟 他就把我們心臟拿走 他沒有 他那個本意是善良的 他沒有知道 他不知道我們會 一直死掉 他只是把我們心臟拿走 然後 他在愧疚 又重新重整了遊戲 所以我們現在在找一個 呃 我們現在正在 呃 試圖從魔女 藏他心臟的方法 就是 就是找魔女把他心臟藏在哪裡 哈哈 為什麼龍子有愛心 這只是那個 就是 他有 裡面是寵物 然後我餵過他 他們有愛心 就是這樣 原本的工作內容 欸喔 然後現在我卡了 好像那個 他們對話是說 魔女把他藏在什麼 鯨魚下面 鯨魚裡面 還有什麼東西的 然後他提示跟我說 鯨魚需要照明 鯨魚在這裡面 我剛才 我剛才想說 我沒有 我除了燈以外 也沒其他東西的 燈也被我刪掉了 所以我就把 我做了什麼呢 我就把 呃 你們看 我就把一個燈籠魚抓來 放在裡面 結果沒屌用 這個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檔案了 沒有用 鯨魚需要照明 但是沒有用 然後 對對對 他是要開檔案的 然後你失敗的話 他是會直接關你的遊戲 再幫你重開 然後現在這個裡面還有個屍體啊 我還不知道這個屍體該如何是好 應該是不能給這個電話 要不然我們的心臟會被拿走一次 所以我要怎麼拿 我可能要查攻略了 呃 總之 好像快到結局了 但是我這邊卡住 呃 啊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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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怎麼做 他是說 我要餵那個喔 我要餵一下那個鯨魚才會知道 是不是 趕快觸發 我要 我已經把種子拿過去 那個叉叉叉那個是種子 但是 我必須要餵一下那個鯨魚 我必須要餵 想要 欸 都 不是這裡 這個 啊我把燈籠魚放回去啊 拍誰要燈籠魚 讓你離開你的棲地 回到你的家裡了 OK 現在我 我把 我把 呃 飼料給那個鯨魚了 會怎麼樣 呃 不是啊鑰匙不見啦 對啊 因為我用啦 那 蛤 為什麼沒有 還是我不應該 我不應該把它開 我不應該把鑰匙拿來開那個嗎 把鑰匙放回去了 鑰匙回來了 可能是之前沒看到他 蛤 蛤 OK 我的鑰匙可能不用放回來 但是我要把種子放進去嗎 我以為我已經把種子放過了 為什麼 還是種子變成文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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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什麼 呃 啊這裡 放錯東西了 這個就不用管 這個就放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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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鑰匙又不見了 不是 你一直管那個鑰匙幹嘛 我不是就已經把 好 我再把鑰匙放回去 不是我以為鑰匙跟這個結局沒關係啊 我主角真的有點呆 還是我不應該剪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重塞一下這個 這一天好了 我重塞一下我重塞一下 這邊就一樣 他說我放棄了嗎 沒有沒有放棄 我沒有放棄 我可不會放棄 我只是弄錯了而已 我不應該把鑰匙 可能不應該把鑰匙接起來吧 小鯨魚肯定餓了吧 他有特別說欸 小鯨魚肯定餓了吧 好 好 重來 呃我們先 回去檔案 剛才應該是失誤而已 我先回去檔案裡面 把燈給閃了 接著呢 就會關燈 關燈之後 敲四下 呃 敲四下門 然後 強平空出現 我們去打電話 電話號碼是502 OK他就叫我走開 沒錯 原來怕害到我 然後呢 這裡面會有一隻鯨魚 看到有東西在流動 然後 不用管裡面的石頭 去摸一下飼料 順便摸一下 種子 走錯地方了 摸一下 摸一下 種子 種子摸完之後 先把 一套SOP 然後再把 這個打開 這個打開 然後我們先把 既然他說他餓了 我們就先把 金魚這個 飼料 給 金魚兄弟 看來不夠了 不能直接給 他還要再給 種子是不是 呃 種子 他吃過了 然後他要種子 是吧 蛤 蛤 我不是 他吃完了不是嗎 蛤 這樣沒有 沒錯嗎 等一下喔 蛤 我還是要把寵物餵過嗎 他們說要把寵物餵完 為什麼 看你的胃吧 不喝吧 蛤 蛤 為什麼 我還是要把鑰匙拿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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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確認一下啊 我確認一下啊 you don't need to make a recovered new file so this should be there you had to do so oh 應該是小bug啦 算是bug啦 他說要我把那個石頭的那個也丟到也丟到碗裡面 好像 這樣子應該算是bug 這樣算是bug 遇到bug啦 因為他沒道理 他是只有叫你去餵那個魚嗎 他沒道理說你要 他應該是有個bug是 我給你們看那個 他照理來講應該是 有一個bug 這個存檔讀出來的時候這個東西一定要不在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是在 所以那個遊戲沒有辦法往前進展 所以應該是要 他們說要把這個都給他 反正我就把這個留出來 然後把那個也餵他吃 然後 我保險期間我再去 我再去那個 這個地方 開一下糧 然後再去這裡 再去外面把那個 糧食給他 好 那三個紙環 呃... 花瓶的東西在動 四條獵人 你再拿那一小魚 剛剛你有ROB那個紙環有動 喔!紙環要在 紙環發出... 我知道 那好像不上bug 但是... 但是那個紙環 那個有點沒道理 是說那個紙環原本就在 原本就在那個碗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檔案外面那個東西才是紙環 我們原本只是看著紙環的 那個暗示去 選石頭 去拍石頭 所以確實是要把紙環丟進去 沒錯 但是... 我以為外面那個紙環 喔!放在外面的應該就是 主角身上的東西 啊!幹! 那好像不算bug 只是我理解錯誤而已 我以為放在外面只是一個 喔!他提示跟你講而已 好像跟兩... 喔!要長出來了嗎? 耶!成功了 喔!應該是... 沒解錯誤了 哇!那是什麼 一下門好像在發光 走進去 呃...看起來好像是別人辦公室 雖然看起來樸素就是了 寵物店裡也有辦公室有點奇怪 這什麼地方 怎麼走不到底的感覺 這裡到處都好黑 除了那幾點奇怪的光亮 這個房間是什麼 它看起來像紅小花皮裡面有圖 可能是做園藝了吧 但為什麼沒有跟其他植物放在一起 所以我應該要去把... 這個地方 剪下來放種子沒錯 好多喔 冒黑了有個小柔子在震動 OK 耶! 長出來了!有光了! 哇!一根藤蔓突然從花皮裡衝出來了 檀子之間種子就長大了 它向上穿過了這個屋頂 我們就會走上去 喔!點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爬得上來 好亮 為什麼沒有聲音 啊!有了有了 剛剛不想把聲音關 那個心跳聲 為什麼呢?明明窗戶外面都是漆黑的 光線是從哪裡來的? 太亮了什麼都看不見 我感覺有點暈眩 我得往下趴回去 上面是心臟沒錯啊 太亮了 太亮了 太亮了我能怎麼辦 我只要把心臟拿回來就好了吧 我把心臟 心臟剛才在這裡 然後我把心臟剪下來 呃... 帶給那個...帶給那個女生 我把心臟帶回來就好了嗎 五人影子啊 蛤? 我不是把心臟帶回來就好了嗎 喔! 錯了嗎? 還是我還要把... 啊! 啊!我要同時把心臟跟那個... 等一下啊!我把鑰匙... 我把...我放在... 呃... 花瓶裡的鑰匙... 拿去... 開那個... 應該要把... 應該要把身體跟心臟同時... 同時給他...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給... 弄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打開... 好!開到身體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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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告訴你不要靠過來! 蛤? 我不知道自己會怎麼... 他有心臟了! 哇! 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的身體! 我的心! 我再一次完整了! 我能聽見我心臟的跳動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我想你不應該回到這裡 店主人現在出門了我在幫忙看店 如果每當你留在這裡他會不高興的 這是當然 這個店主 別擔心我會好好處理他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是一個什麼有神奇力量的女孩被綁在這裡嗎? 結束了? 啊!遊戲又被關掉了! 欸! 這樣我要重結耶各位 啊!結束了嗎? 喔!喔! 這邊! 這邊有個那個店主的眼睛 他又被關起來了 我們開始 大家重新再來 哇!這裡好黑啊! 像那種哥特風的植物店 換他了! 是寵物和植物店其實 喔!對了! 我是來這裡應聘工作的 工作? 抱歉你肯定是搞錯了 我目前沒有在交聘 什麼?但是我... 欸!我記得我帶來招聘啟事的 沒關係!我們每個人都會犯錯 我肯定是把自己跟別的什麼店搞混了 對不起打擾到你了 不!我猜應該感謝你 真的 蛤? 你還需要什麼幫助嗎? 呃...我想應該沒了 嗯...給他錢吧! 這樣你來到這兒就收下這個吧 欸!這是什麼? 一包種子把它種下 給他澆水吧 他喜歡陰涼的地方 這是什麼品種的植物 那便是日後的驚喜了 呃...謝謝你! 種出錢來嗎? 那我該走了 謝謝你! 你把我的心還給了我 我很抱歉把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捲進了這趟昏水 但是我同時也需要她 我被困在狭窄的空間裡 被困在兩個圍度之間 我需要一個在這個... 一個...在這個圍度的人 來把我拉回來 就是她那個笨漢子 但我還需要在另一個圍度的另一個人 來幫我找到那些被藏起來的東西 那便是你 哦!我們嗎? 不好意思! 原來是我們嗎? 原來要打破第四面牆 在跟我們觀眾講話是不是 哦!我們是另外一個圍度的 他應該是... 這樣的設定來講 他應該是困在現實的維度 他要回到遊戲的維度那種概念 我希望能以更合適的方式與你見面 但很不幸 我的力量並不允許我跨越次元 你問店主人怎麼了? 你真的想知道嗎? 呵呵!別擔心! 我絕不會傷害幫助過我的人 既然你救我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我的名字是... 屁孩 屁孩 謝謝你屁孩 我無以為報 以後每當你需要我的協助 告訴我就好 你的眼睛怎麼也是貓貓的 哦!結束了! 哎呀!卡了好久 意外的...怎麼講 因為畢竟雖然不是第一次玩那種需要改裡面檔案的遊戲 我不知道是那個嗎? 是番茄先生還是哪一個 別的遊戲也要改裡面檔案 就是本來就是 也不是第一個需要改檔案重置的遊戲 但是 這個遊戲確實 就有點 讓我的腦袋 沒有辦法直觀思考 所以卡了一陣 之後上VOD應該會稍微剪一下 不然我卡太久了 好玩 沒想到居然玩四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三個小時就應該直接玩了 然後沒想到被我玩四個小時 這個做的真的很屌 上兩個遊戲也很好玩 希望他之後可以做更多遊戲 感謝遊玩 Yeah! 感謝各位觀看 我們萬聖節特別企劃就在這邊結束啦 他正式被關起來了 他正式被關起來 不講述